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他没有贵族 因为他把贵族拆散成小贵族 以前你可能要一个贵族需要你有三张黄牌 三张红牌 三张绿牌 以前没有黄 反正三个颜色这种牌 它现在给你拆散了 就可能说你一个宝可梦进化成它下个阶段 你只需要有三张黄色的球的这个卡 跟以前的贵族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你不要跟我说拿宝石去买贵族 不可以 那么这个游戏们你也不可以拿精灵球去直接进化 你要对屋里的宝可梦变多了 然后让他们去胖揍别的宝可梦 然后你才能够更简单的抓到 胖揍自己宝可梦让他进化了 打出经验值来了 胖揍那个是抓别人 自己这个就是队伍里面的羁绊变多了 然后你就进化了 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小智光棍 带着皮卡丘一辈子都不会进化的 就这个样子 反过来说就是他把贵族拆散了 变成一个可以让你的宝可梦牌 从一阶进化成二阶 二阶进化成三阶 这一个进化就像那个贵族一样 是不消耗你本回合的主行动的 但是它的区别在于说 你可以在主行动之前 或者只去弄之后去执行 但你每一回合你只能进化一次 就像贵族一样 每回合你哪怕满足多个要求 只会有一个贵族来找你 这个是同样的逻辑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它这个进化 其实就是一个小贵族的形态 其次它多了两种特殊的牌 分别是传奇宝可梦 跟梦幻宝可梦吧好像是 因为它是韩版 我确实不知道它的名字 官方是怎么搞的 反正就是有两个 它们的特点在说 首先第一它们不能被预定 其次它们一定要用预定的大师球去买它 就以前那个金币 也就是这个游戏大师球 是一个万能球 除此以外它没有别的区别 但在这个里面 它有一些这两种宝可梦 它就告诉你 我就是要大师球 别的球不行 然后它拿回来之后 应该是可以给你 某一个颜色的两个折扣 它要么是给你两个黄球折扣 这个样子 就是比较屌一点那个 就需要你十颗宝石 才能见出来的那个呢 就是还可以给你两分 游戏规则从15分变成了18分 才会游戏结束 说到这个呢 我就要讲一下背景 我们在试完之后呢 买了这个游戏 然后要开的时候呢 我们遇到个问题 说明书全上行 我们都看不懂 当时就要翻规则书说 我们怎么记得是多少分结束来着 汉信丹说18分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个说明书里面 我只认识一个18分 三级卡牌 每个宝可梦最高级的终极进化 都只有一张 跟原来的可能有细微差别 它等于换皮换过来 但是它等于是额外的一个规则 我好像还数过牌 就是一级牌里面 好像有三个的 也有两个的 分宝可梦 二级牌里面就要二阶形态 每一个宝可梦有两只 三阶形态 每一个宝可梦就一只 所以如果你上来 把这个喷火龙给预定了 就证明剩下来的小火龙都是孤儿 就是小火龙都进化不了 也不一定 只有那个预定的玩家 买回来的小火龙 可以不是孤儿 还是从游戏性上来说 因为首先宝可梦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粉丝香的一个游戏了 但是哪怕给它换皮 换成原版的 然后变成这一类规则的话 我打下来最大的感官是 由于有它这个进化的存在 所以说它比原版多了很多的随机性 就是可能你下一个翻过来 翻过来这张牌 我发现我能直接就进化了 或者说我打出一张最终形态 由于这个最终形态 满足了我另外一张牌 我另外一张牌直接进行一个进化 所以你最后的这个分值 就是有一种裤裆藏雷的感觉 会一口气能拿到个七分八分 就有点像你原版 你完成了一张三级卡 然后还能拿一个贵足进来 一口气能拿八分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从15分变成18分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我觉得它就是听起来 好像在水灿宝石的基础上 只是做了一定的变形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就像石头说的 它那个感觉完全又不一样 就是你说的那种 就是随机系 我堆了一级牌或二级牌 等不到自己的三级牌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种感觉 就是反正 要不你可以聊 要不然再想一想 我当时玩完第一遍之后 我感觉是如获至宝 从我的角度上 它是比第一版产品上来说 更加完美的一个宝石 第一它首先IP套皮套的 我觉得非常生动 那么其次 抛开这个IP 就像石头刚刚说的 我们把它换过去 把它变成宝石 再加上这个规则 我觉得它解决了 以前宝石对我们的一个困惑 它这种困惑 代表说 有 它的困惑在于说 第一代里面的宝石的基础包 贵族形同虚舍 你玩28里面可能会有一把贵族会有用 我们说的是当大家都在打竞技的时候 有人会玩会发现就是 一把游戏可能四人局就是在22轮左右结束 22轮是没有这个条件让你打出9张牌 游戏结束的时候可能大家只有5到6张牌 一个贵族它要你需要有9张牌 那么你本质上到后面就是很难会出现贵族 能够出场的这个机会 那么在这个里面它把它分散了 你可以认为我想要让所谓的小贵族生效 我最低我只需要有两个就可以了 你只要有两个某个颜色就可以了 它让它变得更加有用 并且它让它变成了我的考量之一 现在我打普通版的宝石 我上面贵族都不看 直接看牌型 那么现在的话 你至少多了一个可以背板的东西 例如说现在的想法就是 我如果能够走某一个单一的颜色 走两个黄色 我除了去看那种需要什么 7个黄色 6个黄色 5个黄色的牌以外 我还可以去看那种买完之后 只需要两个黄色或者4个黄色 就可以进化的牌 所以这会给我来说是 它更加合理而且路线变多了 以前的宝石在竞技层面上来说 已经太过于单一 你可以说它很精妙 也可以说它很枯燥的一种 单线程的角力 它解决了非竞技层面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让这个游戏变得更好玩 至少是它让原来 我觉得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单一的宝石变得有更大可能性 更加能够遵循它 这个游戏设计师的初衷 我不喜欢它的点 就是它把我的单线程 变成了东西 就是它让它重新变成了一个游戏 而不是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这样的存在 它可以在竞技的层面上 还保留它原来游戏 给你的所有的维度 因为原来的游戏在它竞技层面上 已经把它本来给你的三四层维度 缩减成一个维度的竞赛 那么现在它把这个赛道重新拓宽 变回一个石头剪刀布的游戏 你上一个人动完之后 你翻穿那张牌 我下一个人能够直接进行一个进化 所以我觉得多了一定的随机性 但是从桌游这么一个比赛来说 还是OK的 如果你要求一个完全没有随机性的 那大家下围棋就好了 但是从我的角度 它跟原版没有区别 原版的问题也在这里 就如果说你贸然的去买一张牌 你大概率会给你下架提供更好的牌 所以在高端级里面 大家可能都互相卡着 我宁愿不买 我也就是只做我该做的 我不买你不买 三个人都不买 都在做自己手上预购的那张牌的时候 其实场面上是一动不动 就是大家卡死 所以这个东西 你要说的话 它一直都存在 就是你只要买 那你就是在衡量 你给别人提供的可能性 和自己的收益之间的一个衡量 你觉得你去买这张牌的收益 大于有可能给别人开出来的东西 你才会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一直存在 只说现在它卡死的几率 可能小了一点 它场面更活动了 因为以前你可以认为 一级牌已经也是被拍出了游戏 没有人买一级牌 因为一级牌没有未来 我哪怕买 我可能先从二级牌才是买 实在在三人局的情况下 卡死或者说是二人局 你可能买一到两张一级牌 盯死了 还是那句话 它把它变活了 这也是为什么 我看到这个游戏 我重新买 它可以让我回到宝石最初的状态 就大家会去做基建的一个宝石 也是我认为这个游戏 设计是初衷的一个宝石 让大家去把自己的引擎建起来 然后开始爽起来 它做了两个改变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 第一个是把它的分数 从15分变成18分 因为原来可以抢分的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在那条曲线 15分的时候 我可以做没有基建 纯冲分到15分 你基建才刚成型 那么它拉长了这战线之后 那么做基建的这个意义 稍微变大了一点 那么其次也像你说的 因为它有进化 所以给的分数本来就可能比较多 所以它变成18 也有可能在节奏上 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可能要去对比 是不是也还是22回合左右 或者22到25回合左右 结束这个游戏 我们才知道 它18分有没有真正的延长游戏 或者有没有真正的缩短游戏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究的 但总的来说 它另外一个 就是把那些所有的单颜色 冲高分的牌削弱了 它以前的7倍给4分 现在变成了6主颜色 和4个辅颜色给4分 就是这一点 它是削弱了那种冲单的流派 因为以前我攒了7个 我还可以留下3个 去做下一个7个 但是这个的话就不一样 虽然你好像看起来 多了4个别的 无关痛痒 那它的代价就是 你会清空你所有的仓库 那你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再叠加去做 多个高分牌 所以在这点上 它也是限制的冲高分流 所以现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已经不再考虑 就单纯的冲高分流 它可以作为 其中一个流派存在 但是也确实 跟你那把打的时候 我在走这个流派 你再走一个正常的流派 回合数是差不多的 我差不多做完 你也差不多做完 就做完一分之差了 就是差了 对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它的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回到了一个游戏 这是我对这个成山宝石 这个版本 我最大的称赞 就是它让成山宝石 变回了一个游戏 这是它对于我的这个功用 你有想好吗 你想好了吗 为什么Luna不喜欢这个游戏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我当时说 这个春龟是 你喊不出来它们的名字 你就不可以买它 你不能说我要买那个草 捷尼龟 你可以买捷尼龟 你只能买捷尼龟 这只是什么 梦农 就是超梦农 你喊你我Nutube也是 梦农 那你看 这是总会吧 这是前一龟的最终进化 水龟 它这个是第一版选取 是最初151图件里面的 然后也是人气宠物 所以基本来说 老少皆宜 《水餐宝石》本身 它也就是一个合家欢游戏 加上换了这个皮之后 能让小孩子们 更快的接触到桌游 都是培养 种子选手 祖国的未来 好淼淼们 好我一问 刚刚我的表态已经表完了 我这个是绝对推荐的 如果你喜欢宝石 并且你宝石一些慢慢玩的索然无味 就是你血虐你旁边的朋友的时候 你可以来玩这个 那问题 如果一个玩家自己没有宝石 也没有这一套 你会推荐他直接买这一套 还是说先买完宝石再入它吗 我会觉得其实你还是可以先买原版宝石 因为原版宝石是那种你只要不生完它 你觉得它没有毛病的一个东西 但你玩越多你会觉得越不对劲 会慢慢的那种明显的层级化 但你玩到一定阶段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换这个 然后重新回到你最初认识宝石的样子 我的这里也是推荐 首先我是宝可梦迷 也是随传宝石 所以双处皇席 而且老超皆宜 何嘉欢一个游戏 并且如果说你完全没有接触过桌游的人 也可以直接选择先购买它 我也不是说 我觉得一定要先买随传宝石再买它 我觉得你把它作为一个入门级别的桌游也是OK的 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玩 因为我觉得能新入坑桌游玩家的一般来说 直接入这一款也完全OK 你说到这里 我其实回想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 它反而变成我们家一个推荐利器 它如果是我们同年龄层的这种不玩桌游的玩家 它推荐一推个准 每个人玩完之后 他第二天就说 我们可不可以再玩那个宝可梦 一个新的朋友没有接触过桌游来我们家 玩几天之后 他会收到一个调查问卷 我会问他这几天玩这几个游戏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他会告诉我们最喜欢这个 我觉得它推荐的点和它的那个皮的加价 对它的IP价层还蛮好的 只要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感觉都迟 因为你们有别的年龄段的朋友 阿神说出来你的选择 我还喜欢宝石多一点 你要说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单线程更少 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收藏 一机三连哦 不要忘记关注啊 不要忘记帮我们转发哟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